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9點05分 剛剛有人跟我說 中廣外面已經下起了大雨了這樣 你好 連衣服都脫了這樣 沒有啦剛剛有運動啦 原來是去運動是不是 是 還有戴愛玲 大家好 健衡哥好 對啦我要跟你們講 就是呢 因為我知道戴愛玲要辦演唱會就很開心嘛 然後呢 是有多開心 就很開心 所以我就自告憤勇說 戴愛玲你要來我們節目宣傳嗎 這樣然後呢 而且你是唯一一個這樣跟我講的 對不對 所以呢我那時候就想說戴愛玲 你要不要來我們節目宣傳 因為因為你要辦演唱會 我就就是想要就是讓你就是 我跟你說你就算無聊想cue我 我沒事也是可以來 真的嗎 可以 結果後來你不就發單曲了嗎 然後發單曲我就想 欸不對吧 這個單曲感覺好像後面就可能會發專輯這樣子 太聰明了 我真的是因為你要辦演唱會才想說邀你來這樣子 然後沒有想到呢 我知道啦 想說要演唱會了幫忙做一下宣傳啊對不對 對啊 因為就覺得共襄盛舉啊讓票房很好啊 這也是你人生第一次登上北流啊 對我的第一次出道20年 今年已經第21年了 21年了 對我希望自己就是從Lexia到TICC這樣一步一步的 往自己的目標前進 對 所以你看一路有我們嘛 當然啊怎麼能不能沒有你們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每一次都想到說如果你們要發片的時候 你們要那個辦演唱會要宣傳的時候能夠邀你來 我只是覺得你動作很快很可愛 我每次都這樣 我都跑太快 然後唱片公司都會跟我的妻子說 你跟健康哥說修董姐了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要宣傳 可是我收到的時候你知道我就覺得很開心感動 你知道嗎 對我講的 就想說有被關心注意到這樣 這最重要 好你要喝什麼吃什麼來來 沒有 如果說要喝什麼吃什麼 我跟戴愛玲絕對是約最久都沒有約成的那個 甜點我都記得我沒忘記 對但我們至少你看已經過了整整一個疫情了 對因為碰到疫情啊 那我們有約了三年都沒約成喔 也是要約吧 因為我都沒有忘記你說吃甜點這件事 而且你說那家甜點很好吃 那你現在都運動成這樣了還能吃甜點嗎 當然啊 要吃就要動 就是因為喜歡吃美食 但我本身吃不多 因為你知道運動的人不是都要做飲食控制嗎 我是不太有飲食控制 但是在演唱會的前兩個月 我就會稍微就是我想要吃的我在白天吃 那六點以後你看我剛剛就要吃拔辣啊 所以你你現在剛剛吃的是拔辣是你的晚餐嗎 對我就吃拔辣喝豆漿因為我運動完也會補充高蛋白 對對對 不然你太餓的話我也睡不著 會暈倒耶 不行不行 健康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沒錯演唱會是7月15號那天是禮拜六晚上7點半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好興奮喔 一步一步往前走 對因為我的個性雖然有些人會覺得會不會出道20年好像有些事情來的晚 但我覺得我一直都相信老天爺會有他最好的安排 就像我現在我這個年紀這個階段我的狀態我甚至覺得比以前更好 對 對啊 對啊當然 是不是 你也是看我長大的 我當然是看你長大 在Virgin的時候 我應該是這句話聽起來有點雙關 不可以 就真的是看我長大的 現在已經沒有在Virgin的時候了 但是那個很多的事情不急就以現在狀態最好 我覺得現在你的狀態真的看起來很好 因為你的體型很好 然後呢你的說話很自在 你完全對自己的自信都跟當年剛出道還在 當年是怎麼樣 當年就說話說不好 然後就是很緊張上通告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現在真的是嘴巴都一直講一直講講不停 現在都可以當主持人了 也沒有啦 但是如果想找我主持的話我也是OK喔 好 那在演唱會之前呢這個戴愛玲有推出一首新歌 那這首新歌的名字叫瑪格麗特你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瑪格麗特其實這首歌我其實在未來將有的新作品會有我的創作之外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瑪格麗特我想說 這種節奏性很強的歌很吸引我 然後再聽第二次然後注意她的歌詞 就覺得因為瑪格麗特是一個法國的女作家 然後我就覺得她在面對愛情這件事跟我很像耶 就是不敢說想要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啦 曾經有那麼一段可能算 但是我對於愛情 所以對的人到現在都唱到還沒有對的人喔 我都說我都是壓軸 喔壓軸好 那我希望她可以做那個火箭筒可以快點 因為我等著有點累了 要不然就變千年之戀欸 不啊 我還是希望有一個人生的對的人一個伴侶出現啊 對啊千萬不要類格好嗎 不要類格我已經類格很久了 有沒有對你的歌很熟 當然 你看 對回到瑪格麗特這首歌我就覺得 這首歌詞曲都是廖文強寫的 然後跟她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我就覺得 天啊她就是我的了啦 因為我跟這個女作家就是面對愛情 面對生命 我甚至覺得在對唱歌音樂表演這件事 也可以放在這裡頭 因為我覺得你看我唱了今年第21年 我不會因為環境啊年紀 然後削減我的熱情 我反而是你看我的眼神 這眼睛真那麼大 真的 而且運動完看起來特別有精神這樣 因為有化一點妝 就是覺得對自己熱愛的人事物 不會被 一無反顧 對不顧一切一無反顧 我就是這種性格啊愛情也是 但也會朋友會擔心說 欸都這個年紀了 你不會想要有另一半啊 就像健和哥剛說的 我說我當然想要碰到啊 但是可能時機還沒有到 可能也許老天爺要讓我在 不管在身心各方面很好的狀態下 準備好了 那個人也準備好了 再出現 對但是拜託不要太久我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 期待 好我們就來聽新歌叫 瑪格麗特 其實呢有一段時間呢 戴愛玲也沒有唱這樣的歌 對 對因為表現你的歌其實用抒情歌來傳達 其實一直都是你的嗓音很適合這樣 唱了你要唱了二十年 這麼多張專輯 然後大家一直注意到的都是抒情歌 對對對 但其實我剛出道 就她是跳蚤 喔對 Magic 所以演唱會都會唱這些歌嗎 不能說 蛤演唱會不能說 不能說 可以啦 一定有跳舞的部分吧 不能說練成這樣不跳也太可惜了吧 對不對 而且瑪格麗特聽起來應該有舞蹈啊 瑪格麗特 我是演唱會是會有唱跳的部分 但是唱跳部分會是什麼歌 還不知道還沒有講 還沒有完全知道 而且會請老師就是重新編一下 對 好啊 大家準備好體力 好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聽眾留言 他說瑪格麗特在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是在匈牙裡 他其實是一座島的名字喔 一座島的名字 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法國女作家的名字 對 瑪格麗特也是一種小白花的名字 也是調酒 也是一個調酒叫瑪格麗特 對 披薩也是是不是 披薩也有 有嗎 對啊 好那你知道歌壇也有一首歌叫瑪格麗特嗎 有嗎 你這樣突然考我 大家都 不知道齁 畢竟我們這邊也有很多愛音樂的人 看我一下欸 真的喔 來 2003年 那麼久 2003還要把20年喔 好 2003 2003年是我對的人那一張專輯 2003年喔 那時候歌壇有一首歌就叫瑪格麗特 I like 103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剛才跟戴玲說 2003年的時候李明依有一首歌也叫瑪格麗特 剛剛聽了是李明依喔 我真的聽不出來是姐的心 真的喔 妳知道她以前是歌手嗎 我當然知道啊 在這個地方給大家科普一下台灣流行音樂史上 相隔20年又出現了另外一首瑪格麗特 我只能說跟Amy姐很有緣 對 20年 妳們有這麼熟喔 嗯 沒有到喔 說那個啊 因為私底下我比較少出門啦 很偶爾可能會在有一些飯局會碰到 喔 對啊 因為 因為 我們光是要約甜點就約了三年啦 可見妳大部分的時間 要嘛工作要嘛都在家 我是真的平常生活就很少聚餐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之後 我有在想說除了 除了這陣子真的比較忙之外 要保持好自己的狀態 應該有時間就是要跟朋友 像家人我是有空就會回去啦 欸對我想到了 我們有一次啊 就是妳有跟我講 好像 妳希望能夠保持健康的狀態 所以呢 就是暫時先都不要有跟外面吃飯什麼的 我記得有一次 對 對啊 那也很好 因為我們即將迎來的是7月15號 禮拜六晚上7點半 妳的演唱會叫故事的故事 是 對是怎麼樣 兩個故事是 歡迎什麼事 就強調一下 你知道 你看我就是出道了20年 真的是不短的時間 不短耶 你看現在又繼續往下一個20年賣進 妳那時候想過可以唱到20年嗎 我現在背的人這樣 我完全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但是我一直抱著很感恩的心 現在更覺得 尤其是疫情過後 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 也很幸福的女生 沒有打過工 然後就是一個 真的喔 妳本來就公主啊 也沒有啦公主也是要打工吧 只是因為我從小被保護得太好 台灣族的公主也要打工喔 我不是不知道別的公主啦 但是從小就是家人 真的就很呵護 然後歌手其實也很幸福 被大家照顧著 而且妳很年輕就出道了 公司就照顧得很好 對 然後以前年輕的時候又很 妳也知道比較自閉一點 知道喔很自閉 對 話都講不好 對 但妳歌唱得特別好 沒有沒有不可能 我只能說自己很幸運 就是碰到很多貴人 是好的製作人啊 經紀人 好的歌 對 沒錯 然後支持我的歌迷 當然自己還是要 抱著這感恩的心 一直努力 才能夠繼續再往前走 對 今天晚上的娛樂宜 是在故事的故事 我們會聽到很多 戴愛玲經典的作品喔 流淚 通常這首歌都是 要放在大合唱的部分吧 有沒有 對 但是我都不會偷懶 我都會唱喔 因為大家都要聽我唱啊 對 但是大合唱好像 從副歌進來之後很適合啊 通常這邊齁 大家都會等到歐的時候才跟我歐 我有發現到 要歐了嗎 不可能現在要歐吧 我剛剛運動疲勞耶 沒有啦沒有啦 哇 哇 你說到這個地方大家才開始 因為前面幾句其實 到這一部分轉Key上來就很高了 對對對 我都會看到大家就是這樣 稍微動一下嘴巴 準備好了不要哭音喔 對對對 因為我沒有要叫你現場歐啦 我是說到這首歌歐的時候 我們在現場就可以大家開始大和唱 一定要的啊 因為這首歌我應該每一次演出都有唱 應該是吧 因為沒有這首歌 基本上這場演唱會退票 也不至於吧 我還是有別的歌啦 不行 一定要有對的人吧 對的人應該是我自己代表戴艾琳這個人 對 沒錯 有一些歌都一定要唱到 今天晚上播的歌都要唱 我好像來點歌的這樣子 這首歌就是我五年沒發片之後 加入到我的前公司送你唱片的第一張專輯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外婆也剛走 所以每一首歌對你來講都有當時的一些回憶 所以演唱會叫故事的故事啊 有我的故事 有一直陪伴我的歌迷的故事 對 沒錯 歡迎你繼續回到今晚的娛樂衣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九點半 今晚來到娛樂衣世代的是戴艾琳 唉唷 有聲音了沒啦 有有有有有有 對啊 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也是 要講蠻開心的 我會比較多一點的期待 就演唱會之後 你的這一張即將在今年預計會發行的作品 我一定要再來喔 對 當然可能會很有另外一種戴艾琳的感覺 哪一種 更私密一點 更心靈層面想對自己和對歌迷說的話 我覺得也該了啦 都已經這個年紀 已經是資深歌手了啦 不要講資深啦 比較成熟 女性歌手 對 就各方面 對 對 情感層面啊 然後面對生命啊 面對情感 面對我的事業工作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已經有很多 新的領悟跟比較深刻的體悟 所以在今年要發的新專輯 其實 我對我自己的期許還蠻高的 好啊 但新專輯之前 妳要先過的就是演唱會這一關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我的課 除了最近在宣傳上通告 對 我只是已經在旁邊 我真的是不知道把自己塞到一個 不能再塞了 因為妳自己加了很多健身課啊 歌唱課 健身課 舞蹈課 然後最近又開始做了皮拉提示 所以我這邊有一點發言 真的喔 教練說還是要偶爾休息一下 對啊 妳不要跟成這樣嘛 我就很怕自己的行事力上面太空 你知道嗎 真的還假的 即便不是宣傳期 我都會自己找事做 所以我經紀人都不會擔心 會變胖啊 或者是沒事做什麼 因為她很忙耶 我很忙 對 她沒有工作的時候也很忙耶 因為她會把自己排得很滿耶 所以我很抱歉 我的朋友們 7月15號之前不要約我 好 反正快到了 對 你看這種唱法 怕死人這樣 對不對 我覺得我唱歌 20年沒有改變 這樣的歌都可以就是持續 我覺得妳現在唱的可能比20年 比之前更好喔 我自己覺得詮釋歌曲的方式 一定是比以前更純熟 對啊 因為那個情感經歷過的成長也會不一樣 因為我經過一些 現在笑出來的都沒事啦 當然 我就是一個很樂觀的女生啊 有什麼事情可以 我覺得在生命面前什麼事都是小事都會過 對 那接下來我要播千年之戀 唉唷 不可能妳要唱吧 我沒有要唱 我要問妳 那妳有嘉賓嗎 這是秘密嗎 妳就是嘉賓啊 我是坐在下面的嘉賓啊 還是妳要我在台上Cue妳 我不用喔 我會嚇壞 我本身也是很活潑喔 我知道妳很活潑 但千萬不要亂Cue人喔 然後劍恒哥就這樣輸油頭 然後穿出來 我會不會有嘉賓喔 我其實現在還在討論這一題 第一是我本身很愛唱 然後我覺得大家就是來聽我唱歌 有沒有嘉賓其實不是那麼重要耶 就像我比如我去看我喜歡的歌手演唱會 我不是要去期待他有沒有嘉賓 我就是想要聽他唱歌 看他這個人 對 但是其實妳對唱的歌不少耶 我在TICC的時候 那時候有邀請到姓哥來 這一次對唱的歌喔 可是我跟Alene也唱很多了耶 對啊 A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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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離開 我幾乎每一張都有合唱歌耶 對啊 很多 要不然要再換歌嗎 我馬上可以再換 好 Trish 對 我的師兄 現在阿彥很紅耶 Mars很棒啊 我很喜歡他們 又懂事 又創作唱得又好 這樣太姐姐了 又懂事 這句話以後不要講 那不然怎麼講 真的是什麼很懂事很乖都不要講 很帥氣 很帥氣可以 恭喜他要當爸爸了 對對對 記得幫我幫公主 物色一下有沒有優秀的男生 好 最好可以跟我一起對唱的 所以那個末日將至也是很棒的一首歌 對 這些歌妳在考慮歌單的時候會很困難嗎 當然困難 這麼多張專輯 怎麼辦啊 而且因為一直以來演唱會 你主打歌一定要唱嘛 對 但是其實我有一些口袋名單是 我自己長久來歌迷 不是主打歌 就像可惜你不在 在歌迷裡面是很紅的嘛 但他當時其實是 沒有主打 第四第五 但後來他卻大家這麼喜歡 類似這樣的歌 第三第四第五的 我這次會挑一些歌來唱 因為我覺得那些有一些口袋名單的歌 我自己很愛 你知道歌手有時候 第一第二主打不見得一定是歌手本身最愛的 所以歌手常常在上宣傳的時候 他都沒什麼Fu啦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歌手第一主打的公司選的啦 第二主打呢就是 也是公司選的啦 自己愛的歌呢 那時候宣傳期已經結束了這樣 的確每一個歌手他在錄音的過程中 他自己喜歡的歌 每一首歌有不一樣的命運啦 有的歌他可能是主打 不見得最後被大家喜歡 有的歌可能沒有主打 可是最後大家都喜歡的那一首歌 也有可能呢 這首歌就是其中一首 對吧 剛剛呢 戴愛玲其實跟我講了 可惜你不在這首歌的故事 每次他唱這首歌的時候呢 他就會雞皮疙瘩 如果他去KTV看到那MV呢 他就會想要流眼淚 因為當時第一張專輯嗎 對第一張專輯 然後這是第五波吧 然後當時的MV 大家去點歌都會知道 就是剪我在西門 成品101一個小的場地 所以那個時候你的 有點像簽唱會這樣 歌迷小型演唱會 小型演唱會 然後阿信當時也有跟我一起合唱 然後我的外公外婆 我們家族的親戚阿大頭目阿 大家都盛裝 從屏東包車上來 包遊覽車 其實我每次演唱會 他們都會包遊覽車 這一次也是嘛 因為比較方便 大家不能自己開車阿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喔 就看到會穿竹服嗎 他們 我不知道耶 穿竹服很酷耶 對 我不曉得耶 好 反正我們會看到 就是你從南部包車上來的親人這樣 對看起來膚色很健康的 就是我的親戚啦 那因為呢 當時在西門町的這一場 就是家人都盛裝出席 然後拍下來也撿到MV嘛 那過了這麼多年二十年了對不對 有些親人已經不在了 但是每次看到的時候 就還是會想起 當時他們來為你支持這樣子 那的確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這樣 在講下去真的要流淚了 對啊 所以把這個歌當作是 你人生裡面非常重要的紀念 那些家人的一個重要的作品 是 所以我常常覺得 用音樂紀錄 用影片紀錄 你所有的經歷的事情 你愛的人 包括你自己 對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所以 沒錯 我想把我的 用我自己的音樂 我的能量 把我想要做的事 想要說的話 為大家能做一些什麼 散發愛啊 能量給大家 對 可以繼續用這些音樂紀錄 其實想一想啊 你如果沒有進這個行業 基本上連那個畫面都不會存在嘛 對啊 所以我們繼續往前走 人生會有很多 就是讓我們傷心難過的事 但是也因為我們在做的事情很有意義 他就會有機會保留下來一些讓我們可以永遠紀念的作品 對啊 這首歌 哎喲 怎麼能量啦 我不委屈 我沒有委屈 有一點點 其實呢 在今天晚上播這些歌 就發現戴愛玲真的有很多重要的歌都是陪伴著大家 在很多的時代可能你的歌就安慰了很多傷心的人 因為基本上你的歌有蠻多歌就是都是在安慰人的感覺 抚慰人心 對 或者是有很多的歌就是聽起來也相對蠻悲慘的這樣 哈哈 就是蠻多悲慘啊 流傷的啊 對啊 所以很多那種失戀的啊 都會 我其實到現在都還會 尤其要辦演唱會之前 對 有一些歌迷就會 發私訊給我 你知道我都是我自己本人看的 我覺得真的讓我很感人的 我自己都會截取下來 留下來啊 因為現在自己有在寫嘛 那我就覺得這些都是我很珍貴的 你創作的素材這樣 因為我不可能常常在談戀愛吧 而且我會 我覺得大家有把我的歌我的音樂 放在他心裡頭 然後給他能量 然後跟我說謝謝 巴巴巴我想說 哇 那應該怎麼行 我何德何能 對我才覺得 要謝謝你們一直聽我唱歌 其實我才要謝謝你呢 酷謝啦 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很開心在今天晚上 可以跟這個戴愛玲 一起來回顧這些歌 因為等到他下一次來 我們就要把那個重心 放在他的新專輯了 對啊 那因為這次演唱會的關係 是叫故事的故事 所以呢 我們今晚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戴愛玲在這麼多年來音樂的故事 對不對 所以你會一邊在演唱會上講故事 然後一邊唱歌嗎 大家想聽我講話嗎 那故事的故事如何去呈現這些歌呢 音樂啊畫面文字啊 還有我的綠洞 我怕我講一講話 大家每次我講話 大家會覺得好好笑 對啊 她也一直笑 妹妹一直笑 不是我跟你講啊 以前喔你們想像一下 我剛認識那個戴玲的時候 她不是這樣的人喔 我明白耶 她是完全不會講話的 上節目通告主持人很辛苦耶 我都打訊息啊 她都眨眼睛啦 對啊 對啊 我們哪知道你要講什麼 跟現在真的成十萬八千 真的真的真的 還好我這每個階段都有經歷到耶 我覺得你應該是少數 就是真的從第一張到現在 現在一直經歷你的改變 對 所以你最清楚啦 對啊 所以我也很替你開心 如果時光有機會回到從前 今天我們訪問的最後 是不是要從她是跳蚤開始 必須吧 你要來個開心 認吶 HAPPY 好的 演唱會是七月十五 禮拜六的晚上七點半喔 那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對 購票的資訊呢 可以大家搜尋 戴愛玲Princess愛 到我的IG臉書 或者是華納的官網 大家也歡迎留言 你想聽到什麼歌 之類的 我會參考一下大家的意見 或者是 不可能要看我穿很露吧 衣服也是精心的 的設計 對我就是對 然後運動啊 大家也要練好體力 跟你們的尖叫聲 練歌也要 因為我們也要大合唱 那現在在跟你講說想聽什麼歌來得及喔 就是參考啦 參考 大部分的歌單都已經定嗎 大部分是定了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再不定會來不及啊 但重要的那些歌一定都有啦 大家不用緊張 因為我都會看大家平常 因為都是我自己看的啊 自己會留言 我知道大家大概喜歡什麼歌 或者是什麼歌我還沒唱到 你們一直很想要聽我唱的 對沒錯 好啦所以呢 這個不是只有練歌齁 也要練練體力好嗎 真的很重要喔 來了她是跳蚤 好你現在聽到這個歌呢 就是來自戴艾琳 歌名是她是跳蚤 因為我們後來聽到的戴艾琳呢 大部分的歌都很抒情喔 所以呢 包括這次的新歌 瑪格莉特 還有之前的作品 她是跳蚤 就能夠很表現她動感的那部分了喔 所以呢大家期待她的演唱會 魚類世代 我們明天見喔 I like Ealing Sound I like Radio 以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